還記得嗎 總統在盛選的時候 曾經說過一句名言 叫做謙卑 謙卑再謙卑 但是最近蔡政府的官員 是走中了嗎 因為這香港陳同佳案 目前被質疑說 蔡政府的態度反覆 因為一開始希望 這港府可以蓄壓嫌犯 但是現在希望 港府可以提供司法互助 把人送過來 來看到的是 內政部長徐古勇 他就被問到說 是不是這個前後政策 不一睜眼說瞎話 他就很生氣地轉頭怒嗆記者 對部長講話請客氣一點 這螢幕可以看到非常的生氣 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對此蘇奎也認為 當一個部長 不用這麼激動 不用這麼生氣 但是蘇奎自己 之前在坐鎮房台的時候 因為要視訊連線 那當時花連線 然後等大概十二分鐘 他就出聲說 那是要我等多久 直接給人難堪 那他是說 因為這個防災要快要準 不能夠浪費時間 他不是刻意要來當誰的 但是除了綠營之外 藍營這邊 之前當過藍尾的雲林縣長 張立善 日之前被議員質詢的時候 因為不斷地被議員打斷 答覆 他就嗆議員說 把你的嘴巴先閉起來好嗎 對此議員批評他是刷官位 但他也承認說 因為雙方之間都不太理性 可能要來更加改善了